对男人的爱情忠告 全网都在教男人怎么爱女人 今天呢 我教一教男人 你怎么爱自己 如果你想在感情里面不卑微 就坚持以下这个原则 第一 不要用钱去讨好任何一个女人 因为她可能呢 只是爱上了你的钱 而不是爱上你 第二 不要去当备胎 千万不要当备胎 重要的是反复说 如果她只是向你索取 永远不付出 甚至啊 一杯奶茶也没有给过你 永远把你对她的好呢 当做是理所当然 那么呢 你要小心了 第三 千万不要把她当做你生活的中心 不要把她当做你的全世界 再爱她呢 你要让她知道 除了她之外 你还有事业 你还有生活 当你的时间有一半以上 是围着她转的时候 你会处于感情的一种弱势 第四 吃饭七分饱 爱人呢 七分好 你可以为她付出 但是不要像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人 你可以为她做完所有的家务 但你不能把她灌得懒惰了 你可以满足她合理的要求 但是不能连自己都不振爱 我会说明天不通的宣传 我会说明天不通的宣传 我会说明天不通的宣传